好 這次清完內臟對不對 那現在呢 你接下來就把它水溫跟那個 洗掉還有消毒一下 先倒米酒 米酒 好 這米酒濃度很高喔 是嗎 是嗎 好烈的酒 那個酒氣好重喔 OK 備料已經備好了 接下來呢 我們現在要製造酒 好 對 倒米酒 對 這一大缸是幾cc啊 13公升 13公升喔 看到沒有 這個呢 取下來 來 它要花一 下來了 喔 大哥 你坐下來 你看厚度各方面 漂不漂亮 非常漂亮 好漂亮的喔 聞看 嗯 有一股香味 非常的香 牛樟汁的香味 哇 很棒 製作鹿茸酒 詢問還真不少 大哥說 等到28種中藥材全部上站之後 還要倒入濃度 只有22度的米酒才行 而且絕對不能夠使用 濃度較高的高粱酒 因為酒精成分太高 會讓鹿茸神化 接下來主角要登場囉 我們的主角 鹿茸 最精華的 最精華的要進去了 哇 這一缸 大概有幾檔鹿茸 40 土龍 大家一定都聽過 不過你可曾看過 只聞其名 卻不見其真面目的 影視高手土龍 自古以來就是帝王 資因養生的補中聖品 只是少年躲在泥地底下的土龍 不僅數量稀少 價格昂貴 加上會抓土龍的高手 全台僅存不到食人 想一探爛泥怪龍的祕密嗎 走 跟著獵龍高手 一起土龍去 大哥 這一片那個朝天帶就是喔 對 土龍的故鄉 對 土龍的居住地 對 那我們等一下要注意些什麼 你們等一下要注意就是 注意找它的洞 看到洞就有可能是土龍是不是 不是 它本身會鑽洞 它會鑽洞 對 那螃蟹也有洞啊 對 但是土龍它本身鑽的洞 是斜口的 斜口的洞 對 所以我跟著你 對 會不會吵到它 會不會嚇到它 不會 不會喔 大哥你放那個水管是幹嘛 哇 大哥你插好快喔 有沒有插到 沒有沒有 大哥插到會是什麼感覺 插到會是什麼感覺 插到它好像是插到東西 等等 然後 補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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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個水管是幹嘛的 把那個洞引出來 因為它跑很深對不對 對 你看它 我們這樣一直把水放下去 只要在土龍洞對不對 對對對 欸 喔喔喔喔喔 還在跑 還在跑 它會胖 我們現在是確定有土龍 那補喔 這真的是仙人的智慧耶 OK了嗎 在那邊 有一點 現在不好抓喔 這尾很不好抓 而且呢 大哥 你有沒有曾經被困在沙洲當中啊 有 真的喔 對 那你怎麼辦 那時候多深 到褲頭這邊 到褲頭這邊喔 爬不起來 就 那種附近的耶 用爬的耶 用爬的爬起來 對 那如果這會不會有意外啊 如果有沒有什麼沙 流沙有 流沙 那一踩進去就整個催下去 有可能嗎 流沙有可能 真的喔 那我們第一環境就是比較緊張 我現在就很緊張 我沒有騙你 我現在就很緊張 這個不會緊張 會穿不到 大哥我拜託你了 好 這個我現在是又像不適合 一定是 好像是又好像不是 但是你有插到東西對不對 對 是不是 OK OK 哇 土龍 土龍 你讓我等著土龍 河口交接的朝鮮帶 是土龍最常出沒的環境 又軟又黏的泥地 更是他們的最愛 大哥說 這樣的環境 才方便土龍穿梭躲藏 不過這下可把我給整慘啦 軟爛的泥土 只要助力片刻 小腿就漸漸被吞噬掉 別說找土龍了 自求多福比較實在 找了個半天 除了剛剛那條 生不見底的土龍 就再也沒有傳出半點消息 大哥決定換個戰場 再接再厲 真的喔 來來來 看一下 它剛剛是沒有水 現在我們等一下去水 跑上來了 把它周圍那個水隔起來 周圍的水隔起來 那我們現在確定 這一帶有土龍嗎 這個就是 它在泥泥底下我們看不到 我先擦擦它 好 好 抓到了 抓到了 這樣擦幾下 這樣子抓到了 應該是差不多吧 大哥 如果你真的擦到的話 我就 我真的是佩服你耶 你真的是專家 我完全看不懂你在幹嘛 這個很誇張 要挖那麼深 我都比這邊還深 那你怎麼辦 你一個人下去喔 對啊 就把那種捲在一起 不要怎麼辦 大哥 你身體的抖動 是抓到它了嗎 摸到了 摸到了 大哥說他摸到那隻 那一尾土龍 你是說真的說假的 真的 你剛剛這樣擦 你是擦到它了嗎 對 它在他的頭部 還可以講出擦到他的頭部 你看大哥這樣身體的走動 好像在跟他搏動的感覺 好像那一尾土龍是一個 四公尺長的大土龍 最大尾土龍 馬上就要出現了 大哥加油... 好 抓到了 你真的有厲害 你真的是大哥 這就是土龍 這是土龍耶 它這隻在海底面生了 差不多有 至少有五年以上 這個算大尾了嗎 剛剛... 他才會把人家 不會 他剛剛擦一擦 他真的有把他身體擦到了 我們剛剛是擦到那 頭部在那邊 它有什麼特色 它有四個皮孔 四個皮孔 對 這麼厲害喔 水水跟淡水它都可以 土龍它是呼嚕頭 吟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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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葫蘆頭 吟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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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它的長相 特徵 對... 外行人在看的話 很簡單你就看它 四個皮孔 看眼睛 土龍的眼睛比較小 這樣一尾大概四值多少錢 對啦 差不多兩三千塊 兩三千塊 大哥難怪你要那麼拼命 大哥說 千萬別小看這小小一尾的土龍 他們至少在泥地裡 存活將近十年 才有今天我們看到的大小 想要一舉擎龍 全憑真功夫 除了眼力要好 得在潮間帶這麼多 大大小小的洞穴中 分辨出土龍洞外 更要靠經驗判斷水流去向 再利用自製的土龍叉 來切斷逃生路線 看大哥為了抓土龍 拼了命的趴在爛泥中 羽龍搏鬥的模樣 真的是令人欽佩 漸漸的海水也開始漲潮了 帶著今天的戰利品打到回府 大哥說抓回來的土龍 最好的處理方式 就是泡澄藥酒 我們今天雖然這個產店只有一尾 好不好 但一尾我們可以做藥酒嗎 一尾是不夠 但也不夠 這是 這很大尾 這是你之前抓的 對 這個過程我們要怎麼弄呢 像我們早上剛抓完這一支 對 藥牆面 這好小喔 你看這怎麼比 對啊 你今天早上說這一尾大概兩三千 那這一尾不是兩三萬 這一尾一萬多塊 一萬多塊 各位看一下一萬多塊的土龍 你看到沒有 早上抓回來這一支練蛋先出 先處理內臟 你沒有拿什麼工具喔 不用 用腳就噴 用腳 對 它會噴出來 對 你們小心一點就好 今天因為中間有一個 你是這樣把它撈出來的喔 對 這是你爸爸教你的喔 對 對 用這樣擠的把它擠出來 我覺得怪可怕的你知道嗎 怪噁心的 為什麼要把內臟清掉 如果內臟沒有清 剛說我也沒有清 泡藥酒下去會臭掉 會臭掉 好 這支清完內臟對不對 那現在呢 你接下來就把它水溫跟那個 洗掉還有收拾一下 這是那種米酒 米酒 好 這米酒濃度很高喔 是嗎 是嗎 好烈的酒 酒氣好重喔 OK 備料已經備好了 接下來呢 你現在要試照酒 對 倒米酒 對 這一大缸是幾瀋啊 13公升 13公升喔 13公升 然後藥材 藥棒藥材 這個就是龍沙 角蓋 角蓋 對不對 這我有抓過 這角蓋 角蓋好像是對皮膚也很好 對 然後呢 海馬 海馬 海馬是吃什麼的 精魂 對 就是乾的鹿 乾的鹿龍 對 然後這個發掉 你看它泡下去會有濕 會有什麼 濕 有 這個是比較上層的藥 所以要泡個土龍酒 要這麼多藥材喔 中藥配起來差不多 上下差不多180瓦 我的天啊 泡個土龍藥酒 竟然這麼費工 除了主角土龍 至少要兩隻以外 剛剛看到的海馬 鹿龍 居然只是眾多藥材中的 冰山一角 大哥說 他們家祖傳的土龍藥酒 多達上百種中藥材 我看想要不補都很難 不過千萬別小看這些中藥材 據說全都是和土龍 相輔相成的 根據病症的不同 男女有別 所搭配的藥材 也是千變萬化 將所有的備料 依序放好之後 再導入高粱酒浸泡 還沒有完喔 至少要等上四個月的時間 才能夠享用這 補到不行的土龍藥酒 大哥 這樣我不就等到 要頭髮長出來了 才能夠喝到這土龍酒嗎 哇 你家珍方便 說拿泡好了 你馬上就可以拉得到 這杯已經倒好給我了 對不對 很累嗎 很累 幾度 價錢差不多四十幾% 四十幾% 大概跟威士忌 差不多 你威士忌愛一點點 這個最主要是喝 對人體什麼比較好的 蒜皮 蒜皮是氣喘嗎 不是 我們會痠痛的 痠痛的 筋骨 痠痛 可是我聽說以前 那種女人坐月子的時候 也是要喝這個 對 女人坐月子喝這個 如果她用這個坐月子 以後身體比較不會痠痛 所以喝這個可以補一下 對 這是民間的一個習俗療法 來來來 喝喝看 沒有新冠 而且就有點像我們以前 人家買那種什麼 熔熔藥酒 熔藥酒 藥酒的味道 我覺得都差不多 然後我身上 大哥說 只要是摔傷 骨折 筋骨痠痛 開完重大手術 只要每天睡前喝上一小杯 土龍藥酒 就可以慢慢的復原 強筋撞骨 甚至有錢人家生小孩 也會買上一罐 來替他女兒或媳婦 坐月子補身體 可以說是最佳的補中聖平 不過想要一場土龍 最道地傳統的吃法 大哥表示其實另有秘方 這個在地方上 可以在餐廳裡面 常吃得到嗎 餐廳沒有 沒有 就是你必須得找那種 會抓土龍的人買 對啊 他自己的去動 麻油很香耶 他不需要調味嗎 不用 等一下其實我們撒一點胡椒粉 撒一點胡椒粉就可以吃掉 你們在家會常常 自己這樣拿來吃嗎 小時候比較難吃 小時候是爸爸弄給你吃 媽媽 媽媽弄給你吃 所以這也是媽媽告訴你 就是這樣弄就對了 其實之前 我爸還沒有花粉藥殼的時候 媽媽都炸給你們 炸給你們吃 那這樣子如果以炸的來講的話 是對人也有很有幫助的方式 效果可以說是一樣 效果是一樣 對 現在幾瓦布 好久不久 十分鐘喔 因為它那個有提 它要連鍋 所以要稍微把它翻弄一下 但是不能翻太大力 它那個土龍的肉呢 被搗爛掉 這顏色看起來很讚 大哥今天大手餅喔 請我們台灣第一等醬 豬肉團隊來吃一個炸土龍 吃一下我們大哥呢 辛苦一天下來呢 捕捉到的土龍 有媽媽的味道 有媽媽的味道 傳承下來的 好吃耶 小孩現在能不能夠 湯裡那麼大了 這麼累的工作 每天都還在上台補助 所以你也不讓他們做 他們有去寫 因為可能是做不到藥 做不到藥 對啊 要很長的時間 但是我剛好抱歉 其實三天多 真的假的 對 三天多就跟他爸爸後面這樣 對 但是你有沒有心裡面 希望說自己兒子 不管他現在做哪一行 但至少這個傳統的技術 他要留下來 對啊 希望 對不對 稀有的野生土龍 或許聽聞他的價格 會讓人心生羨慕 但是在這風光的背後 卻也必須下不少的功夫去鑽研 隨著海水 漲退潮的時間工作 每天泡在爛泥巴 羽龍搏洞 辛苦的程度 不是一般人能夠體會的 也期許大哥有朝一日 能夠將祖傳的屠龍真功夫 傳送給下一代 牛樟之 俗稱牛樟夫 因為珍貴西游 所以又被稱為森林紅寶石 以往只能在台灣深山的 牛樟樹上 發現牠們的蹤跡 現在在苗栗的平地上 就能夠輕鬆富裕 不但品質媲美野生牛樟之 產量更是高出十倍 想知道森林紅寶石的 奧妙之處嗎 跟著小馬前進世界唯一 以牛樟斷墓培植的 牛樟之富裕中心 找尋著全世界最貴的神奇谷谷 大哥你在哪裡 我在這裡 這裡 怎麼都是雲霧 都是霧霧 我們這個噴霧是不是要保重 大哥 還吃進 大哥 是的 你在哪裡 大哥 有 你把那個霧氣關掉 我看不到你啊大哥 OK OK 我把霧霧氣關掉 真的看不到耶 好可怕喔 大哥 大哥你在哪裡 大哥 原來這霧茫茫的暗房環境 是富裕中心特地為牛樟之量身打造而成的 因為這群高貴的教客 除了不喜歡曬太陽 還要每天洗SPA 走在烏漆抹黑的富裕室裡 空氣中瀰漫著濃濃的木頭味和水汽 不知道在這樣的環境下 這些森林紅寶石到底是長得如何呢 等霧散去之後就可以一探究竟了 終於看得到了 我剛剛以為我在深山裡面 還是德國的毒氣室 好可怕喔 人咧 大哥 真的很可怕耶 對啊 你知道我兩分鐘前 去做身體健康檢查 我有那個暈霧恐懼症耶 會嗎 你當主廚人拉不久了 不是 那個都霧 我看不到啊 對啊 這個霧氣是為了要給我們樹木 有一些濕氣 來配合它的環境因子 了解 到底那牛樟是在哪裡啊 我秀給你看啊 在哪裡 來… 這個 在裡面喔 是的 天啊 因為它 牛樟絲放在這裡面 很好的保護豆絲 要保護喔 對 我看一下… 各位觀眾… 這整排都是耶 那邊已經長均了 你看 哇 牛樟絲 這是牛樟絲樹嘛 沒有錯 這是牛樟絲 牛樟樹生牛樟絲 厲害了 原來要這樣子 保養在裡面喔 是的 剛才那個霧氣是為什麼 要給它霧氣呢 我們的霧氣是為了保持 樹木的含有它的水分 然後也模仿它們野生的環境因子 因為一般牛樟木的話 它是生長在海拔 它400公尺到2000公尺之間 算是高山的東西 所以那邊都雲樟絲繞 對不對 就有濕氣 是的 那為什麼底下要放木炭 木炭是我們要淨化水質 因為水質也很重要 裡面有一些抗物質 是 蛋鈴鐵 牛樟它也要吸藥 對 因為有一種什麼足炭水 對不對 所以炭可以消 讓那個水更好就對了 對 沒有錯 OK 位於明德水庫旁的富裕中心 除了使用來自於保護區內的 乾淨水源 更利用竹炭再次淨化過濾 才能夠培育出這全球唯一 以牛樟斷木植菌栽培的牛樟汁 大哥說市售的牛樟汁 有三種培植方法 分別為液態發酵法 固體培養法 以及斷木栽培法 而其中以斷木培育的成本最高 花費時間最長 但所培育出來的牛樟汁呢 成分與野生的牛樟汁 最為相近 效果也最好 好 這個就是台灣紅寶石牛樟汁 這剛剛從冷凍庫拿出來的 是不是 難怪它還有一些 有點在冒煙的感覺 這一顆… 你看 好香喔 我的天啊 這個跟松露都 我覺得是並駕齊虛 它的味道好香 好香 好香的味道 好香喔 這一盤 都是 期貨可居 因為我們是趁兩才買的 趁兩 兩 對 你看 不是金喔 是兩喔 一兩才幾錢 你看 房金也是趁錢 對 趁金趁兩 趁兩才賣的 厲害了 那好 這是採收過的 現在 來 大哥 直接來為我們示範一下 我先看看這一顆牛樟木呢 我摸摸看 這個木頭怎麼軟軟的 因為潮溼 濕度的問題 因為木久 這個木頭事實上 我們在放置也有五六年的時間 五六年的時間了 對 對不對 長久的那個 這個本身那個 在這邊放置五六年 但它在高山生長野生環境裡面 它搞不好已經很大歲數了 搞不好上百年都有可能 上百年的喔 對 有可能喔 都有可能喔 來 直接來採牛樟枝 好 那我就示範 你示範 要戴手套對不對 對 我就是跟他講的 要戴橡膠手套 橡膠手套 那我就 好 你來示範 替你們示範那個 如何採牛樟枝 厲害了 要這樣子從底部 這樣慢慢的尻 慢慢的尻 慢慢的尻 然後濕一點力 因為這塊扇是很漂亮的 這個是不是 它在買賣的時候 整個的整體性 也是跟賣價有相當的關係 當然啦 你整體性好的吧 如果沒有摺成兩半 它的價值就完蛋了 真的喔 可是你不是算兩賣的嗎 那兩半的話 它那個還是一樣啊 可是一般你的外向不好 人家就不願意買啊 也是喔 哇 你看到沒有 這個呢 取下來 它要花一... 下來了 喔 大哥 你 來 你坐來 你看厚度各方面 漂不漂亮 非常漂亮 好漂亮的 然後聞看 有一股香味 非常的香 牛樟枝的香味 很棒 而且這很厚實 這顆非常的完整 但是你把它尻下來之後 這塊地方它還會再生 如果它裡面就是在養混 沒有被吸收掉的 它還會再生 還會再生 是的 大哥說牛樟枝平均兩年 才能夠採收一次 而一塊牛樟段木 頂多只能採下一到兩兩的牛樟枝 不但成長速度緩慢 而且數量稀少 真的是極其珍貴的森林紅寶石 有了大哥示範正確的採收技巧 接下來就換小馬我親自出馬囉 我要採牛樟枝了 先從這裡對不對 就這裡 從這裡 對 這個也把它採下來好了 像這樣 從這裡 要有點力道 然後手稍微的按一下 手按一下 對 按一下 看看我這個 及不及格 也不錯啊 然後稍微這邊 對 每個要把它完整性 對 我只有因為太完整 所以我感覺上 我好像把一片樹皮 對 沒關係 就這樣子 所以說樹皮 如果盡量補壞它的話 它再生性會更好 你現在的意思就是 怪我把樹皮弄下來 不會 沒關係 怎麼可以這樣子 我們是第一次作業的人 這虎實性它是必然性的 你要不要說我做得很好 當然你做得很好 我突然間覺得這個 感覺又好多了 要不然的話我覺得 各位觀眾你看看 不簡單了 我們主持人第一次做 效果就這麼好 牛腸汁 連樹皮 沒有 這算很少很少的了 我老實講 很少很少的 很少很少的了 真的 我覺得木頭好硬 我吃到一點點 在我舌頭上面 好苦 好苦喔 大哥 真的叫做吃的木中木 包圍人上人 原來這個木就是苦 好苦喔 其實生的牛腸汁 一糧售價從幾千塊 快到幾萬元不等 很少人像我這樣直接生吃 而牛腸汁之所以會苦 是因為含油對抗癌症 最有效的三鐵類 而這也是人生 東從下潮所缺少的成分 這麼珍貴的國寶 我看還是少碰為妙 來去欣賞風景好了 小馬… 這邊… 在這裡 我看這個風景 浑然忘我 突然就忘了你 你已經覺得 還有咖啡啊 對… 請問您是… 我是公司的顧問 顧問 顧問 你好… 嚐嚐看 不一樣的東西 跟一般咖啡很大的不同 沒什麼不同 這什麼東西 為什麼有什麼不同 我們有加牛腸汁在裡面 這個也可以放牛腸汁 對啊 可是喝起來很好喝 不但提神 而且會有養生的效果 你這裡真的是很棒 牛腸汁居然還可以做出 很多不同的產品 對 來…我再請您喝喝看 這邊是什麼 這是牛腸 加了牛腸汁的果汁 那這裡面是柳橙還是… 不只 那這二十幾種水果 等於是精力湯 對… 絕佳的保養品 喝完這一杯 再來一杯 這個有點像是牛腸汁果汁 但又有一點果醋的感覺 很好喝 它效果非常之好 可以吸收養分 尤其是術後的人的保養 手術後 對 對不對 前一陣子這個前… 前半年前我有這個 聖結石的一個開刀 現在來補還來得及 來得及… 它細胞活化功能一級棒的 真的喔 來 再嘗嘗看這個 這個厲害了 這個是萬中選一的 萬中選一的 這是用多少牛腸汁下去泡的酒 我們2.8顆的牛腸汁 台灣紅寶石很貴 對 它用38%的酒精 是喔 38% 所以… 因為你知道我這個人 工作的時候我不能喝酒 對 假工作之名 行科酒知識 好喝 真的很棒 38度 可是我覺得它沒有那種 燒喉嚨的感覺 完全沒有 完全沒有 就把酒精的味道保留住 可是把嗆味消掉 對 所以一般人不敢喝到 38度以上的這個酒的話 喝這個牛腸汁 絕佳 絕佳 對 這個也是提神 不但提神 而且可以做細胞的修復 早年一位原住民 常用牛腸汁來解宿醉 意外的將這個森林的紅寶石 從高山帶入平地 牛腸汁是台灣特有的 增菌品種 具有解毒 抗癌 解酒 消炎等功用 但牛腸汁的成分複雜 部分是好的 部分仍有毒性 千萬不要去買紙質體 直接食用或是烹煮 一定要經過專業的 分離萃取才能夠安心食用 發揮台灣國寶養生 抗癌的最大功效 在台灣 養鹿人家有718戶 而鹿的飼養量高達2萬多頭 據說在彰化 有一位神農獎的得主 用累積24年的功力 以優異的配種技術 飼養出一頭超級鹿王 這隻鹿王擁有超強的戰鬥力 配了80個老婆 而一般水鹿的鹿蓉 重量頂多只有200多梁 而他的鹿蓉 卻曾經創下445輛的輝煌紀錄 至今無人能敵 究竟這隻超級鹿王有多厲害呢 讓我們來去一探究竟 欸 瓜哥 欸 小馬 你是鹿博士 沒錯 對不對 鹿博士 你好 鹿博士 你在弄什麼東西 餵鹿 餵鹿 是 這是給鹿吃的是不是 是 為什麼這個是草 那個是什麼 這個是金亮 我跟你講 我就開門見山 我這次來找 不是找你鹿博士本人 我是要請你帶我去看你的鹿王 鹿王 我打聽到你也會培養鹿王 可是要看要先幫忙一下 當然我們這個人OK的 要不然是沒有那麼容易 就給你看到的 是不是 就幫忙餵嘛 沒錯 對不對 幫忙餵 那我們從這邊進去嗎 沒錯 這裡面都是鹿是不是 是 等一下讓你看看 到底是哪一隻 欸 我順便可以猜一下 好不好 來 我們去等一下 養鹿經驗超過20年的廖大哥 因為從小聽爸爸說 養兩頭鹿可以買一間房子 就這樣開啟了他的養鹿之鹿 而他對鹿所付出的心血 與努力呢 讓他從一開始的門外汗搖身一遍 成為業界口中的鹿博士 既然如此 我都要看看這位鹿博士 身懷什麼樣的絕境 可以養出超級鹿王 我要這樣餵他 這個叫木樹草 木樹草 非常的營養 他們喜歡吃這個東西 對 所以吃這個木樹草 跟這個粉呢 是你培養鹿王的一個秘密嗎 還不是主要的這個因素 那還有什麼厲害的絕招 就在上口 你有沒有發現 我們有秘密在上面 我看不出來 我怎麼突然間傻了 就是那個燈光 日光燈管是你的秘密 對 這有什麼好秘密的 這不是養動物的裡面 一定要有日光燈管嗎 可是這樣喔 牠可以一年多長一次的鹿蟲 那不是秘密嗎 欸 是因為你晚上也開著 不是整夜開著喔 你有訂時間 晚上的5點 5點 到晚上的11點 為什麼呢 秘密講小聲一點 沒關係 全部看我們節目的觀眾朋友都知道 就是下午5點到晚上11點嘛 對 為什麼 因為這個叫延長日照 本來5點的時候太陽已經下山了 對 但是因為你延長它的日照 它會以為日光燈管是太陽 對 它就會繼續生長 欸 這樣聽起來好像很厲害耶 來 我們再往前 欸 陸博士我看到鹿王了 目前我看到鹿蟲最大的 你看到沒有 這一隻不夠大 這一隻還不是大的 是 所以它還不是鹿王喔 欸 不是 還可以比這個更大 對 其實一般的鹿蟲 從結角到生長完成 只有短短的85天 而此時的營養成分也最高 因此每年4到6月 是養鹿人採收鹿蟲的時間 不過陸博士研發這套的光照法 不只讓它一年12個月 都有鹿蟲可以採收 而且生長出來的鹿蟲 各個是漂亮又壯觀 還因此締造了驚人的紀錄 大哥 這隻是我要找那隻鹿王喔 喔 這一隻不是 我難得在台灣看到鹿有這麼大的鹿蟲 這一隻它是三品種 它父親是梅花鹿 母親就是你要找的那隻鹿王的女兒 所以它是很好的血統 是 那這個鹿蟲已經這麼大一根了 今天是不是要把它取下來 對 是在這邊取人嗎 不是 我們要到彩龍市 你們一般怎麼趕鹿的 門打開它就走了 它會不會撞我們啊 我們有安全門 這個就是安全門喔 是 它可以動來活動了嘛對不對 這樣我們才比較不會讓它衝撞到 那個鹿他可能不知道 他可能不小心衝撞你一定會受傷 對對對 好 那你現在把它打開 來 我們準備來放鹿啦 我等一下關門囉 好 來 你趕快過來 你趕快過來 來 是的 來 哇 看一下好大一堂一重鹿喔 大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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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個叫安全門 安全門 它在那一邊 我們在這邊 靠不可以推遠去 這是不是安全的 對 對 不會 很安全 不要怕 還是有一種壓迫感 如果沒有這個安全門 我還真不知道怎麼趕這個鹿 Oh my God 遇到這種金錢場面 還好我身經白戰 沒有在怕的啦 加上有安全門的防護 才能夠防止小鹿亂撞 大哥說其實鹿很聰明 當他被放到這條走道上時 就知道下一刻會怎麼樣啦 所以取鹿熔可是分秒必爭啦 此次這好端端的鹿熔 怎麼會見紅呢 剛剛鹿熔好像有點撞到吧 那個只是前叉而已 沒關係 那這個鹿熔本身 這個用鋸子鋸它 它會不會很像剪指甲嗎 其實它是一個表皮神經啦 表皮神經 就像我們這樣捏一下 痛了一下 過了 忘了 一般你們要取鹿熔的時候 它要花到幾個人 大概兩三個人 需要先把它制服嗎 對 我們是用神套法 那這一段采龍的過程 我們不能播 所以我們就讓他們去工作 為了避免鹿在采龍的過程當中 掙脫而受傷 工作人員們利用神套法 為鹿做好了安全的保護措施 接著重頭戲就要登場啦 準備采鹿熔囉 現在已經準備就緒了 準備了 我已經把它先綁好了 等一下它處理好了之後 我們把它拿出來 然後要做一些處理 至少還是要把它的傷口 稍微塗一下藥 來 我先去把它拿一支出來給你看 這麼快喔 對對 哇 這 我聽到 不是電鋸啦 是 一般的手用的鋸質 喔 你嚇死我 一下子拿那麼大一根給我 喔 很燙耶 拿著啦 來 還有一支 趕快 有一點點血腥 非常重 有沒有十公斤 這一根 十公斤 兩根啦 兩根十公斤喔 因為我已經突然間緊張到 手感開始沒有辦法測量 這個鹿熔摸起來的地方 是溫度很高 然後呢 重量也蠻重的 為什麼會有那麼多油啊 對啊 所以等一下要處理 要很 很獨到 鹿熔外表布滿一層油脂 經過隨手一摸 整隻手都是油 鹿博士說 越強壯的鹿 它的油脂會越厚 所以去除絨毛的工作很重要 不過在那之前 我們還有一項重要的工作要先處理 瓜哥 你這一袋是什麼 這個綠化鐵 綠化鐵 是幫牠止血的 對 我們現在已經採收好了 好 幫牠止個血 好 趕快 來 止血 把它擦一擦 對 那牠需不需要在後 之後把它補血一下 有沒有給牠吃什麼 特別讓牠補血 這個牠恢復很快 恢復很快 就退路了 真的耶 好像血就止掉了 止掉了 對 牠血沒有在流 撥開 哇 你真的是專家 好 OK啦 OK了 那這邊等下把牠鬆綁起來 對 雖然取鹿熔的工作看似殘忍 不過對鹿而言 其實這才是最佳的保健方法 因為當鹿熔生長完成時 如果沒有及時採收 等到營養份回歸到鹿體 鹿熔就成了鹿胶 最後公路還是會把鹿角磨掉 所以為了鹿著翔 只好忍痛取下鹿熔啦 只是不知道這鹿王後代 是否能夠清出魚籃 打破鹿王所創下的重量紀錄呢 現在呢 先秤重 兩隻一起來 兩隻一起來是不是 好 一隻就已經7公斤多了 兩隻我看一下 13公斤多 這是台金是不是 對 台金 那接下來要怎麼處理 等一下就有去絨毛 去絨毛 對 這上面有絨毛嘛 對 有絨毛 這不是耳朵裡面的毛 這是鹿熔上面的絨毛 好 這一次給你 好 那你就學習學習著吧 這樣子燻嗎 喔 燒起來燒起來 我這樣做對嗎 對 然後這樣就把它擦一擦 小心小心 這噴槍很夠 你那個力道不夠 這力道不夠 力道不夠 那我要怎麼弄 你來弄 看他啊 要拿那麼近把它噴喔 要真的把他外面那一層絨毛把它去掉 你看看這個油脂你看 是 你這個如果不去掉它的話 泡酒的時候啊 它會產生油 對 所以我們要用得很乾淨 我剛剛一摸的時候 整個手工的油 這個鹿熔呢外面有一層的油在這邊 差不多了吧 對不對 這樣的話油脂都已經被去掉了 對 這樣子一步大概多少 20萬左右 20萬一步喔 對 哇 這麼厲害 那你最大的取下來是多重 你剛剛說 在我的這裡一個殘子 445兩 對啊 四十幾萬的耶 天啊 一台車子耶 經過高溫除毛之後的鹿熔 還得用米酒把外表刷洗乾淨 確保沒有其他雜質之後呢 才能夠拿出來做成加工品 不過大哥有特別交代 雖然鹿熔本身富含鈣質 就算他已經切成薄片 為了衛生安全著想 一定要經過烘乾磨成粉之後呢 才能夠拿來使用 可千萬不能夠直接生吃喔 接下來再準備28種中藥材 就可以拿來做成 男人女人都愛的鋪品啦 有哪些藥材 喔 那個 現在大家都熟悉的哈 有哪些藥材 對 這有哪些藥材 我在柬埔寨直接抓 就直接弄來吃啊 真的喔 海馬 海龍 然後你再看這一個呢 千華粿 聞聞看 很香耶 很香喔 那樹皮喔 對 好香的樹皮喔 那你看這個是什麼東西 這個我知道冬蟲夏草 對 厲害了 這個香不香 這個很香 這是人生嗎 冬鬼啊 其實柬埔寨是 已經是前人 我們先人歷史的裡面的人物呢 把它最近研究好了 對 對不對 你們現在 現在只要照著做就對了 對 這樣放旁邊 這樣大家看得到 看得到它是什麼 我覺得這樣 來來來 我來用我來用 這樣插上去 對不對 沒吃過鹿茸 也會擺這個 厲害 我跟你講 這個擺起來之後 大家一看那個酒瓶 外面才知道說裡面有感覺 看來製作鹿茸酒 學問還真不少 大哥說等到28種 中藥材全部上站之後 還要倒入濃度 只有22度的米酒才行 而且絕對不能夠使用 濃度較高的高粱酒 因為酒精成分太高 會讓鹿茸熟化 接下來主角要登場囉 我們的主角 鹿茸 最精華的 最精華的要進去了 哇 這一缸 大概有幾兩鹿茸 40 40兩 為什麼說鹿茸最後面半 這個有點固的 為什麼 因為有時候你鹿茸 在最底面 中藥材又壓著 你又沒有去攪動它 結果鹿茸就在最底下 所以它精華都在底下 對 對 所以你就讓它在最上面 慢慢滲透下去 然後整缸的酒 通通有鹿茸 但是聽說你有個祕密武器 沒錯 那一罐嗎 沒錯 這是血 這個是剛剛採鹿茸下來的鹿茸雪 加這一瓶下去 哇 吃下去力道更夠 更補 對 讓你抱 就像人家吃喝舌血 對不對 這個祕密武器 然後那個龍蝦 但龍蝦 聽說那不是龍蝦血 那是龍蝦的尿尿 好 好 來 倒進去 會不會整缸的酒變紅色的 它初期是紅色的 慢慢的它又變中藥色了 OK 這樣看起來有沒有覺得很補 有 但是目前呢 感覺上面會比較讓我覺得 不太敢馬上喝 還好是我多想啦 這罐剛浸泡好的鹿茸酒 還需要存放一個月 才能夠拿來飲用 而且如果再配上高粱酒 大哥說口感可是人間美味啊 但心急如焚的我 可等不了一個月啦 幸好大哥為了滿足我的口腹之慾 事先幫我準備了成年好酒 以及其他的鹿茸美食 誒 不知道這鹿茸加工後的料理 藏起來是什麼樣的滋味呢 誒 一換 換這一缸 這一缸多少年 九十九年 我九十九年到現在 直接喝 對 跟你剛才泡的那個藥酒裡面 都是一樣的 好啦 我跟你喝 好不好喝 好喝耶 成年本 算是厲害了對不對 很補的一種鹿茸藥酒 這個男生喝的會是 好 我們現在趕快來中和一下 這是你們鹿茸加蘿蔔 像你這個體質的人 來喝這個最適合的 比那個酒 多了一點鹿茸味道的 來 再夾一個這個 這是什麼 一般的香 沒有 什麼一般的香腸 這是鹿茸香腸 鹿茸酒香腸 也是這樣 吃 好吃 這樣超好吃的啊 完全忘了剛才一些畫面 就覺得這個是非常可口的食材 哎呀 真是糟糕啊 美食當前 小馬我差點就把尋找 超級鹿茸的任務 給拋到九霄雲外去了 那可不行啊 大哥 你休想利用這美食 來轉移我的注意力 趕緊帶我去跟超級鹿茸 介紹一面吧 超級期待的啊 我現在好期待喔 但我看到一堆的母鹿耶 那些該不會都是 這個鹿茸的群啊 對 真的假的 這鹿茸一定很雄壯吧 鹿茸長得越大 它才越有機會做總工啊 那個鹿茸呢 就在我們的隔壁 在哪裡 這邊 左邊這一隻 不會吧 這隻是鹿王 是 為什麼牠是鹿王 因為鹿茸長得最大 才叫鹿王 可是牠沒有啊 因為已經鋸掉了 什麼時候鋸掉的 前幾天鋸掉了 你怎麼可以做這種事情 為什麼不等我們節目來再鋸 你不鋸它 它會變硬腳 不鋸是不行 如果你們早來一點 就可以看到了啊 一頭總公路 可以應付多少的母鹿 這一隻公路年輕的時候 80隻母鹿沒有問題 牠一個上午就配5隻 就一直在配種 可是 發行期兩個月 可是牠配得太嚴重的話 牠銷售也會很快 當然啦 精進人亡 對 還是要稍微 注意一下 注意一下啦 也希望你這隻鹿王好不好 鹿王 能夠近距離跟我接觸一下 我待會可以觸摸牠一下 把牠的功力傳到 十分之一給我就好了 原來這隻超級鹿王 是經由紅鹿跟蜜鹿 所交配出來的紅蜜鹿 還好有鹿博士 憑著一股對鹿的熱愛 努力鑽研養鹿技術 才能夠讓牠擁有優秀的基因 而創下全台第一的輝煌紀錄 未來也希望牠能夠再創奇蹟 再造巔峰 世界之大 無奇不由 富爾莫薩 五花八門 跟著我的腳步 給你超無想像的 台灣 得力